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特别特别的到位的 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坐在我身边这位身着黑色曼联比赛运动服的这位 我们俗称他老包 你介绍一下自己 嗨 大家好 我叫Michael包 他们通常习惯称我为老包 老包性格特别的腼腆 但是他有他自己喜欢的一面 说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那就是眉飞色舞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 是身着红色曼联比赛服的这位 我们叫他杨师傅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这两位 要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来聊一聊 你们自己的收藏故事 也是聊一聊我们球迷自己的一个故事 有人说收藏东西 收藏什么 无外乎于球衣 还有一些小物件 我先来问一下你们两位 球衣都有收藏 大概有多少件 老包你先说大概有多少件 球衣是最基本的了 球衣对 基本款 最基本的收藏品 对 大家都知道我们看球 有很多球迷的 我们自封的一个level 我说高阶球迷 不用告闹钟看球 就是自己有自己看球的生物中 那我们还有看了很多年 每一场比赛必追的 就这些 那么另外就是我们今天 大家在现场看到了这两位球迷 他们都是用现场的 都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来为自己的喜欢的球队留下一些纪念 常年的积累 今天会跟大家展现很多很多弥足珍贵的东西 我们先来问球衣 球衣大概我们大约莫章的想一想 有多少件 我大约有12件左右 如果是一年一件的话 就相当于十几年的功夫都这样出来了 差不多 我这边的话基本上是从 99年2000年开始收 主场红色是必买的 对曼联石红魔嘛 对吧 就是红色必买 那还有其他的球衣 还有一些客场偶尔我觉得好看的也会买 但是红色主场是百分之百必收的 我们会发觉平时在网络当中的那些收藏达人 他就在我们身边 现在就在电视机前 收藏啊 我们都说是时间的积累 就跟古董一样 他们对于球队来说就是古董 有可能我们收藏的只是多 价值 我们自己认定的 这些你有可能是觉得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你花钱也买不来 因为它时代在流逝 对吧 刚才说到球衣 球衣有很多件了 那么除了球衣还有什么收藏吗 大概像老包我知道他和球衣有很多的故事 他的很多的人生大事都是身着曼联球衣完成的 这不错啊 你看我们这个足球运动员穿球衣就踢球 平时他们也不穿 但是对于我们球迷来说 球衣是非常神圣的东西 有象征了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球衣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来的 对 这我们包括认识老包也是从他的球衣认识的 对吧 你的价值就体积在你的球衣了 对吧 那像杨叔的他也收集了很多 大家可以从我们镜头可以看到 包括我们在接下来节目当中 也会为大家介绍到很多有关于他们收藏的一些小东西 像你收藏的还有什么 比如说 我收藏的就比较稍微零碎一些 就比如说这些小物件 比如说这两个是当年的初的DVD DVD 待会我们会介绍啊 就这些小物件 然后球也买就有曼联元素的 对有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周围的身边朋友都知道我喜欢这些东西 他们有时候看见了觉得还不错 他们也就帮我就买了 就收藏的途径有很多种 对很多种 就是别人惦念着你可以到其他的地方帮你带 对 然后你收藏的东西呢 还是自己就感觉最忠诚的一种喜好 对 是 就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享受的 有些东西真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对 对 尤其当你爱上一个球队的时候 你会发现花再多的时间 金钱 都是值得的 今天这期节目播出之后 有可能很多球迷会吃醋 第一会羡慕嫉妒狠 第二个 就你们俩 最好是这样 对 你们俩倾注了这个感情啊 你们身边的人有可能会觉得吃醋了啊 因为我们看球废寝王室 我们收藏这些东西 有可能会觉得 这东西你不能碰 嗯 是不是 Don't touch 啊 你不能碰啊 这个东西我们要用灰来擦啊 就是擦灰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翼翼 怎么样收藏 很多东西都不一定拿过来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 从来有可能我们都没有在网路上剖习过的 是在节目里面 首播 首发 以及首次展现出来的物品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让杨师傅来炫耀一下 他自己的这些宝贝 嗯 杨师傅昨天我说一个段了 那杨师傅呢 我们在来录节目之前呢 他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后备箱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特别可爱 他说到的是 晚上我睡不着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把今天要带来的这些珍贵的物品 放到我车里面的后备箱 平前准备好了都已经 别车被偷了怎么办呢 任何东西啊 咱今天咱们就来逼供一下杨师傅 如果车被偷了和这些东西相比 你要哪个 还用说吗 当然是要东西 我只要后备箱 我只要车 其实 车无所谓 哪车无所谓 他可以给我偷我车的钱 半部分 不要偷后半部分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故事 就说到的是 这些东西确实很珍贵 是 我们之前说了对于一支球队的收藏 对于一个东西的热爱 我们有球衣 还有很多物品的表现 杨师傅其实他是一个算是对于自己喜欢的球队 曼联 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收藏家 今天就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 包括我们在座现场的 我们来 瞧一下好不好 来展现一下他想给我们带来的他的故事 好 我只是挑了 就是能代表 就是我最喜欢的几件衣服拿过来 来说说这件 我这款是 就是因为夺冠 夺那个 欧冠之后的那个10GV的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标记 夺了欧冠之后可以去参加10GV 好我们来看第二件球衣 第二件就跟刚才Michael也 Michael帮我拿了 但是我看到有一个 对镜头咱们可以改 有一个比较 让人关注的地方 对这个是 我每一次手戳在这边的时候 就像戳在杨师傅的心口一样 是 这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从我专门把这件衣服 快递寄给他 因为他人在广州 然后因为我们很 当时卖联中国行 对很久之前就知道了 他帮我排在那个酒店大厅 一直等着斯克尔斯 哦就是斯克尔斯 真迹啊 亲笔的真迹 而不是复刻啊 或者是影印版本 然后背后就是因为刚才也聊到了 就是佛格森的最后一年 执教曼联 他是一个做了一批特别的这个印字 26年 就是这一件球 金色的 对总结下来的话 就是佛格森 退休之后的一个纪念版本 是 然后这个再加上一个非常珍贵的签名 其实签名对于我们来说 对于英国人来说应该去训练的话基本上都有 是对 就不是我们像之前那么的难能可贵了 对 你看这个时候我收衣服的时候杨师傅还是盯着我的动作 这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人 对于球衣来讲 对于我的收藏球衣来讲 这一件还不是最终归的 是 我先卖个关子 OK好 哎呀我们真是有大量要爆出啊 我们看到桌上有很多的这些小物件 对我先介绍这个小物件吧 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也是和球衣文化相关的了 对对 全是曼联经典球衣来的 对对对 就是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球衣都在上面 是那些比赛 你看他左边有写 就是有一些场子 1909年 某一场比赛 某一场他有一些纪念 离我们最近的是2011年的19次冠军 对就是和2011年 对对 然后2008年的还会记录是几比几什么的 是 OK 在那里 2008年的这个欧冠 对拿到欧冠winner 对 然后99年的三冠网 哇哦 就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就是回忆 对 就心情澎湃 就我们会看到一个东西 就全是记忆 我能打一个比喻吗 就是咱们就这盒东西啊 上面这几个扣汁 我们就放桌上 三个大老爷们盯着这个扣汁 能呆一下午 就就就不带不用手机啊 就就看着他 对 而且他这个也是限量版的 他背后有多少 就编号 对 有编号 对 对 就是 2011年发 不是 总共只发售了2011对 对 一套 这是473 对对对 啊 这个你看 也只能去淘了 就现在已经没有发行了 对对对 咱们就以珍贵来看了啊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淘宝的好货 这些就比较琐碎了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我 淘到的一些历史性的东西了 这个跟其实跟我们曼联没有什么关系了 但是这本其实也是挺珍贵的 它是1923年4月28号 是组总监决赛的一个波尔顿 对 这个西汉默 在温布尔体育场比赛 1923年的一场比赛之前的跟赛前介绍手册 是吧 手册 因为知道的就是说是 哇你闻这个味道都是那种 这种眉眉的那种书香 那种感觉 纸张那种味道 对 对 哇 是 然后这边也有一些 这个你知道哪里逃的 就是你用什么方式 Ebay 就你没事就逛 逛以后就 我有现在都还好了 这个价值大概多少 当时你买一下 呃不贵 也就 纽币折合大概三四十 其实不贵的 啊就他们 对 对 就有可能 就当旧货买了 然后知道它里面的一些价值 像其实像这本书 你对于普通人来说 嗯 就就垫桌脚 是 对不对 侮辱他了啊 就垫桌脚 在打麻将 没事了 塞一塞 又说你不够高 你还折一折 就但是其实对于 懂行的 或者觉得它有意义的人来说的话 就这个东西二三十 我们觉得值 对包括现在如果还有的话二三十我们觉得 对因为有些这就以后再也没有了 对 这个真的久远 1923年 就1923年当地人就拿这本车子走进了温布里球场 对 一边删凉一边在看比赛 因为他们买门票进去他们都会有一本附赠 特别好 这是一个文化的 特别好 对 哇好香 四月份 我们来看其他 对 然后这个就是所有的都有年代上面说的 就是曼联队阿贾克斯 1976年9月29号 开球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半 WELCOME 然后里边还有一些它的阵容啊 出厂阵容啊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盯着看一个下午的 对 你看这些阵容的介绍 哇哦 这个是跟尤文图斯的 这本是也跟尤文图斯的 对对对 这本书也是 你看 有这种书箱 这本书是跟尤文图斯的比赛 这也是温布里的 曼联队利物浦 77年8月13日 大家都知道在曼联和利物浦 死敌 能有这样的收藏 你看老包都削开了花了 对 因为我会送给你 因为我想到一个好朋友 他那时候在英国读 读一的时候就住在 老泰拉夫广场对面的 球场对面的apartment里面 他告诉我他根本就没有看过比赛 但他那时候的男朋友现在老公 他是在利物浦读书 每次开车过来的时候 车窗一定会被砸 然后我跟他开玩笑说 因为幸亏还好没有发生比赛 就知道曼联死敌 从曼联跟利物浦的关系 可以追溯到多长时间 对对对 这是1977年8月13号 对 反正下午3点看球 都看不太多吧 这个是曼联跟巴塞罗娜 是属于当时还是前身优胜者杯是吧 对 这个都是在 哦对 这个是慈善盾 这个是在 这个是属于慈善盾嘛 在温目的慈善盾 都是在一倍套的嘛 对对对 都算是在 然后这本是 就是 跟巴塞罗娜 哎呀 忘了一件事 没洗手啊 今天 哎呀 摸杨树这些东西都没洗手 给受钱了 谢谢谢谢谢谢 吓死了 这个也是 哎呀 我们从这个足球的形状啊 包括这些人物 包括这些球衣 对 这这还是这个赛场啊 对 八年 对 对 八三楼 太经典了 这件衣服 哦 就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这个年代 这些东西其实你现在其实也只有在曼联的官方才能找得到这些东西了 嗯嗯嗯嗯嗯 这些资料吧 我只能说 这是几年 1984年 对 对 曼联队 当时还不说不惯了 对 优胜者飞 对对 优胜者飞 哇 这些 如果你不拿出这些东西 我们都已经没有契机或者是没有影子去回忆起 这个时候就这个moment发生的事情了 然后我们看了之后 我们会觉得有可能我还没看 84年对吧 我们刚刚出生或者很小很小 但是我们就会觉得这些就是历史 嗯 这个 这个当时他可能也知道我是球迷来的 嗯 他是当时给我寄过来的时候也是非常care的给我包装 就保护的特别好 对保护的非常好 对 对 这是什么东西 我想看一下 嗯 嗯 好你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吧 嗯 大家从他的这个动作大家都知道了 当时还这个还不属于英超 这属于中文怎么说 这属于什么 嗯 1949年8月31号 也是赛前的program 对就这些东西你能拿到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历史在我手上的感觉 对 这就是当时的门票一张门票 门票 附送的一个手册 手册来的 因为这是传统来的 他们传统 而且你可以看上面还有什么呢当时那些球员的阵容啦 就49年他们起码多少29年生人吧 20年生人吧 一级二级年的这些人 这些人我也不认识 哇哦 对他给我专门用这个寄过来的 对对对 这身套折掉了 哇这个真是 我们对吧车可以不要对吧怪不得车可以不要 然后这就是这个是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曼联官方自己出的杂志 的也是赛前那个不是这不是 这是杂志给你杂志对这就是杂志来的 为什么我这个放在就在书籍里边放最后的原因其实就是 我不是给你了一个图我也一直在收集曼联的这个每年的对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图上可以看到 杉叔他自己收藏的关于曼联杂志对啊 因为每年会发对刊嘛 对年刊月刊 以前是一个月就杂志是一个月一期是是是我都是在曼联官网上预订 对然后有像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有之前我有一次回国大概回国待了两三两三个月 然后回来了之后在我就就还没有记到 或者就是我没有反正我没有收到 然后给他曼联发email 我说我这几个月我没有收到 是他们都很康很慷慨的帮我把那几个月再给我重新计划 对对对对对 因为不容易了是 但曼联就像他们买那些计票一样 就是他你就是我没有记录你是一个最忠诚的一个球迷 对对他会有这些 这是已经算这这一本我为什么其实我有很多看球一变年代对对 然后这为什么我光拿这本来挑出来给给大家看呢 这本这边有写是05年10月对吧 05年10月 这本有一个对于我个人来讲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怎么说 呃由大宝帮我帮我帮我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什么奇迹要送给我吗 这个包 哦有他呀天呐 先别折 有有有有有有 曼联粉丝卡特 and 对还有我朋友他一个朋友 对 在什么 在新西兰啊就是你们展现了一下自己在新西兰佛格森路 对因为这最后一页是这个曼联这个杂志最后一页是专门是跟球迷互动的 嗯可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好的照片算去给他 他是有呃就说有说比如说你是这一期的winner他会给你送一件 曼联的T恤是是是是我们就是当时就抱着一个想得winner的那个心情就是拍照 对对对就叫找一些跟曼联元素有关的 零五年 然后我们就 我就上上 然后我就在网上上 我就在网上找什么 呃有什么关系能跟曼联有关啊或者是什么有特色的 嗯最后我想了个idea就是 我在 路牌就是路后边有福克森名字赢了吗 对特不出不出因为这个就是 哎这才是真的特别宝贵的对放放的那个对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个是100年的一个历史是老特拉福德的一个百年历史的一个 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看看其他还有什么珍贵的小小物件其实 我觉得能也是冰山一角好不好也是冰山一角啊 接下来杨师傅带着一脸坏笑的给我们来展现一下这是什么 你看我就是你的旗帜啊 就不要这样折着对不对 1965年的我们都像捧着 如果被老包说了我们就像捧着刚才被老包说死了两位球星的骨灰 这这不就捧着了对不对 呀我们拿什么东西如此小心翼过 啊你看这些都是历史的斑驳啊 注意看这是1965年的曼联在比赛前手上 对着手上招拌的那个对那个锦旗是吧对齐 如果我在我家的话我应该把他用相框框起来 我当时就跟他说了就得框起来 框起来挂我家多好啊对吧 你还就是呢对对对对 挂你家更好就挂我家 你看他曼联的对徽已经跟现在的差差距很远了 还是要Football Club Manchester United 对他对徽都出了三四版了 而且人也变化了对人也变化了 哦这个确实很珍贵 1965年的1968要还不是 但都已经很珍贵的了对 哎呦我只能按照你原来折好的地方 把它小心翼的放回去 哎呦我从来没有拿过这些东西哎呀真是好吧 好 行还有什么大条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最后压轴的嗯可能麻烦你帮我再拿一下 问题因为那么重啊对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东西呢是杨树木从他的 呃相托里啊我们都没有见过 现在也真的是在新西兰 首录首播可有可能不一定是新西兰了 因为这个东西我曾经在YouTube上搜都搜不出来 这个这个物件 OK 对所以说也就是说有很有可能这个东西 反正很多人都肯定是没见过 我跟你说啊作为成年人啊 嗯说笑话也是一样的 扑坑别扑的太长好不好 待会拿出来别人就说 这对不对 然后我们打开看看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 这什么来头 哦哦 哦斯科尔斯是吗 而且这个东西 哇哦 我基本上没有都没有我只是把那个拆开过 现场现场对现场必须来一下啊 对真的就是给大家现场拆封了 好这段非常荣幸的把这个算是卖的一个关子给大家打开了 哇哦 来老包协助我一下 好好扶着这个容易坏这个啊 这是这什么来头你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斯科尔斯退役 之后 嗯 曼联官方发了一批 也就仅有的一批限量版的纪念他退役的一个 啊就是那像今年卡里克退役应该是不知道有没有啊 我个人觉得没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极格斯退役都没有类似的这种东西 我能拿吗 我只有在斯科尔斯 我能拿吗 OK 拿都拿了还问别的能不能拿 代表你老伴的说说好 对这个是这个是 衣服 而且他这边有写限量 他两边有肩标 嗯 是他给斯科尔斯自己特制的肩标 哦254号 而且对 而且他这个肩标他有限量的Number 我这是第254号 好这件就是给大家展现的斯科尔斯 而且这个size也是斯科尔斯自己的size 哇这帮足球运动员你说这个发育啊 这个size 我买的时候是不能选择的 他全都是给自己的 他当下的自己的size 要干嘛 节目好看 我都没穿过啊 他失误在哭 他觉得我今天不应该来这边 我都没穿过 他自己都没有穿过东西 第一次就被大宝给毁了 我现在都已经开始揭发了 这就是职业运动员呐 对不起杨树 这个对于我们穿短裙的女生来说 这个正好合适 你刚刚砍头那了 这个确实 对荣幸啊 咱们就继续做节目 不要好 好 那我们来继续来看 这套价值大概多少 大概四五百牛币 四五百牛币 我印象不深了 大概是 值 咱们在座的球迷就说 对吧 五百块钱 那咱们关系那么好 这边有写 这边有写 总共限量五百套 也就五百套而已 对我是第二百五十四套 好 我们看完了今天杨师傅 给我们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大家看到的这些 不管我们的动作 还是我们的表情 我相信都已经把喜爱 异于言表了 是 这就是作为一个球迷 他能够 把自己的所有的付出 展现给大家的一面 嗯 电视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 比我们会更爱 但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我们有人把它放到心里 有人把它 放到桌上 就是这些收藏品 就这些当我们 有的时候 我们会 展现给大家 我们会 留给 身边的人 这就是我们对于 这些球迷的爱 所以我觉得 特别特别的珍贵 所以今天的节目 让大家知道了我们的爱 其实我们不管是喜欢麦莲的 喜欢 利物浦的 喜欢切尔西的 我们今天是麦莲的球迷 有可能明天 下一次的嘉宾 他是其他的球迷 他们的爱 如果能够传达给我们 我们能够体现得到 这就是体育 这就是体育精神 这就是 我们对于 对 足球的爱意 对 所以 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 来到我们直播间 给大家展现了一下 什么叫做爱 对 我们用爱传承这个世界 我们通过我们的兴趣 表达我们的爱意 对于 这些球 对于这些体育赛事 非常的沉迷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希望我们把爱传递 爱生活 爱我们自己喜欢的球队 爱他就爱一辈子 好